在7月4日 邱清泉又接獲了空投蔣介石的首令 裡面寫說 地為中原主力 與勇軍相處 不解圍 不護舊 殊堪痛恨 支陷於兩日之內 將東辭園環白濤 達成任務 還可以僵供贖罪 在《民族戰將》這本書裡面 提到說邱清泉看了之後 氣不成聲 可是擦乾了眼淚 還是一樣立刻召開高級將領會議 展開下一波的空氣